畫面上可以看到銀灰色的名車 車頭撞得面目沉飛 引擎蓋掀起 輪胎噴飛 車體零件四散 一旁的號制燈也被攔腰撞上 傾斜壓在轎車的上方 道路告示牌也整隻歪斜插進車頭內 前方的銀色收入車車尾 則被撞凹了一個大洞 現場一片混亂 台北市中山北路 與名聲東路口凌晨三點多 這輛銀灰色的高級名車 擦中路口停等待轉的警車 隨後整輛車失控 撞擊路旁停車格內的整排車輛 路口的號制燈和告示牌 也應聲被撞斷 沿盤駕駛車速超標 撞擊力道非常大 而這起車禍就發生在 中山二派出所的對面 聽到巨大聲響後 警方就立即衝出派出所查看 警方到場後發現 身穿白色上衣的駕駛 眼神幻散 原本以為是酒駕 沒想到駕駛的酒測值卻為零 隨後警方在車內查獲 零點七五克的K塔米 駕駛才坦承有吸食毒品 警方訊後將會把男子送往醫院 進行尿醫檢測 並依相關規定將男子移送 而這起車禍總共造成 路邊的三輛轎車和六輛機車受損 交通號制也撞壞 駕駛恐怕得付上巨大的賠償金額 足夠的 頂岐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